新内阁团队今天上午举行仅此一场的共事营 那主席觉得一场的共事营就能解决台湾当前的问题吗 我相信过去这八年造成的问题 真的是层出不穷 那民怨也很深 那我们对新内阁或者是新政府 其实我们都说它是人民的期待 真的不要让人民再受伤害 那希望大家好好的能够虚心的反省检讨 而且就我们国民党所提出来这三十项的重大的建议政策 以及法案 希望民进党或者是赖政府能够虚心的接受 能够听得进去 主席是不是对那个准总统赖金德在喊话 算要可以采用国民党主任体的三十项建议 而不是以一股形的听从民进党意跟少数人的声音 我再一次强调 昨天我们都是基于从民众的角度 从世界的一个趋势 我们都坚定的守护我们的宪法 也保护我们的人民 希望我们中华民国更安全 希望人民能够过得更好 每一项的法案 不管是国家安全战略法到我们互宪 以及我们希望整个政府不要再违法 或者是反诈骗 包括民众所关心的这些健康的议题 80量表的废除 教育的改革 财政收支划分法 或者是每一项的这些建言 我们希望这三十项都能够民进党能够虚心的接受 或者是能够提出具体的回应 这才是民众所期待的 不要再让人民受到伤害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 台湾常常发生这个极为凶残的杀人案件 民心早已无法忍受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 然而目前法务部根本不执行死刑 等同是实质废死的这个行为 已经引发了广大的民怨 死刑存废的议题 在我国其实讨论了非常多年 那长年以来 我们的主流民意 基本上就是维持现行的死刑制度 可是我们的宪法法庭 却在今年的一月份 再度受理37名的死球 提出的事宪申请案 并且在4月20几号时候 已经召开了 针对死刑为宪与否的 这个言辞辩论庭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国民党代表广大的民意 接受广大民意的付托 我们也非常负责的 在4月9号提出了 法庭之有的意见书 我们强烈表达 死刑制度在没有经过立法院 修法废除之前 死刑制度是一个核宪 合乎司法正义的法律制度 不宜贸然的宣告 死刑是违宪的 那基于以下的理由 我们认为死刑制度是核宪的 首先死刑是我国 现行法制史上 长久以来的规定 无论刑法制度如何的改变 废死从来就不是选项 第二 司法院大法官在这40年来 已经陆续做过3号解释 194号 263号和476号解释 都肯认死刑核宪 在目前我们的时空环境 国情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 其实不应该要任意的 在推翻先前的3号大法官会议解释 再说我国的社会主流民意 高达8成以上的民意 是反对废死的 这么多年来 每一次的民意调查 都没有低过7成5以上 再说废除死刑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普世价值 更不是国际公约的强制要求 到目前为止 维持死刑制度的国家人口数 和占全球数 仍然是非常多的 那宪法法庭更应该要借尽 美国的一些经验 那么针对权力分立原则 还有必须要尊重立法 以及民意的态度 死刑是最严重的行为 所采取的必要手段 废除死刑它不是一个进步的立法 当我们的国民感情还没有达到 可以去接受废除死刑的时候 我们呼吁大法官不要扩权 取代立法权 应该要重视民意 遵守立法院 谢谢 好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请内政法治组的召集人高斯伯 来跟我们谈宪政 毁宪乱政 这是我们立法院 最近从开会到现在 这四个字 毁宪乱政 好 我们到底是谁在毁宪乱政 我们请高召集人 好 主席 各位召集人 各位媒体朋友 我承接刚刚汪小林委员的话 好 最近 司法法治委员会非常的热闹 有一个名词 几乎每隔几天 就会被丢出来 丢出来的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所谓毁宪乱政 这么严重的一个指控 但是我听到 都会觉得 笑死 好 因为全国人民皆知 对中华民国宪法 有敌意 而且想要毁灭中华民国宪法的 到底是哪个政治团体 哪个政党 我想这个是全国人民 非常有常识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民进党 这个立法院的总招 嘴巴里面说出来 毁宪乱政 我事实上觉得非常的可笑 常常会笑死 事实上毁宪乱政的三大乱源 我们在这边一一给大家指出 而且也跟大家指出 我们认为的解决之道 第一个 毁宪乱政的第一乱源 是立法院变成护航院的民进党 立法院党团 大家才刚刚看到 NCC的主委 在立法院如何的进行巡达 而且立法院已经正式依法 要求发动调阅权 结果NCC基本上是 一推三四五 所以置之不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到 国民党现在正在推的 国会改革法案 尤其是调查权 以及藐视国会罪的这个配套 必须要提出来 必须要通过 如果调查权跟藐视国会罪 能够配套通过 我想我们不会再看到 NCC主委这样的官员 第二个乱源 将司法院变成护法院的司法高层 大家才看到 今天媒体有一个非常好的社论 台南的金氏判决 汇选恐吓都是闲聊 法官突然变成社会大学 零分的小学生 司法院院长 跟一些大法官 却如同刚刚温委员说的 执意对抗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伦理观 看起来在废死路上 要一意孤行 当总统的护法 跟人民对立 我们如何应对 国民党仅在这里主张 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 司法院政府院长没有任其保障 我们认为许中立院长 应该循赖浩敏院长的力 于520辞职 也建议 新上任的赖清德总统 不予留任 让蔡英文的归蔡英文 第三个乱源 会有护航护法的目的 都是为了要护主 520之后 赖清德要首度依宪法 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我们希望他公开宣示 接受中华民国宪法 里面的正常监督机制 接受在野党跟立法 司法的正常制衡 不用护主 就不会护航护法 做一个正常的中华民国总统 让人民过四年 可以喘息的日子 以上 谢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